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進到VCR再回來討論 那大家有機會把魔界拔下來嗎 這個齁 這個是一樣 除非 佛教是講那個要放下土壤立地成活 不過這種禪宗這種頓悟 我看也不是那麼容易 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不靈靈一個人 有親朋好友 有七情六欲 有愛恨情仇 每個人的那種人情世故 不會完全一樣嘛 所以我只要每次講說 我們不要說外面的朋友 自己家裡夫妻也沒有每一件事情 意見都一致 所以這個也還好 那七情六欲是不是指說韓國瑜 韓國瑜是不是好像有刻意不跟你見面 所以可能讓你有點傷心 有拒見你 這也沒有什麼 這個常常是這樣 所以說世間一切順序自然就好 可是他兩次拒見你耶 可是你過去的交情兩次拒見你 你不會心裡有一點感受嗎 也不會啊 這個還好啦 我覺得這樣啦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 他的當時的情境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也沒有 我是滿自然的 我都可以理解啦 I can understand 那他現在有機會把魔界拔下來嗎 這個是一樣 除非 活教是講那個要什麼 放下土壤立地成火 不過這種 禪宗這種頓露 我看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倒覺得像我們這種 慢慢修行的比較容易 OK 這個柯市長最近接受媒體訪問的頻率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啦 其實有很多話想說啦 柯P字報韓國瑜多次拒見 那剛當市長時就想選總統 欲望太高 向魔界拔不下來啦 這個柯市長說 這個韓國瑜就任高雄市長之後 他說自己曾多次前往高雄 幕僚有多次致電邀約見面 想說老朋友看一看 結果一次兩次都被拒絕了 他就算了啦 他說人慾望太高就麻煩 好像魔界套上去就拔不下來 他從他有一天想要選總統 就讓整個人扭曲掉了 世希怎麼看 用魔界這個權力的慾望來形容 韓國瑜市長會想過嗎 不會啊 我覺得還蠻貼切的 就是說韓國瑜自己也不會料到 他會選上高雄市長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他是享受的 有一種飄飄然很超現實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他一直被捧著 被當做一個救世主 一個人救了全黨 他難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不可一世 我真的是一個神啊 韓神 那所以他想選總統 我覺得那個也是理所當然 因為他覺得自己就是這樣子的料 我就是這塊料 我一路就是變成了一個神 神可以不選總統嗎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會有這樣子的 這個心路歷程的路徑 那可是回到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多少自己也有一點吧 因為他也入政壇才五年的時間 有沒有經過一個扎實的訓練 我覺得還是一個問號 他以前也批評過馬英九 批評過這個其他的台北市長說 台北市長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任的時候在想連任 連任的時候在想選總統 你自己不是也是嗎 你就是第二任的時候 一直在想選總統啊 所以某種程度你也套上了 至少魔際也套到一半了 還沒有整個套下去 但是至少起碼也套了一半 那我覺得剛剛我們談韓國瑜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其實有一種模式 他希望可以被攻擊的那個點 一下扭轉成為他可以得分的那個點 包子的時候 他被罵土包子的時候 他的確巧妙運用 那我們來辦一個包子大賽 大家覺得不錯喔 蠻好的 他可以把順勢那個力道 就變成我的助力 把阻力變助力 這個東西是成功的 所以他後來就想要如法炮製 可是我覺得那個形勢不一樣 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當他想要用麻將 然後辦麻將大賽 想要來轉化 變成一個正面的時候 得分的時候 我覺得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當時你還沒有被定型 你現在已經被定型 你被定成一個 大家哭手你的對象 嘲笑你的對象 嘲笑你的對象 你真的就是一個討包的時候 你做什麼這種力道的扭轉 我覺得都改變不了現狀 就像公文 他剛剛弄了一個 別人打他公文 他想要用公文來再扭轉 你看這麼多等等的 我覺得就會成為 你就是一個笑話 對 你就是一個 我就是要嘲笑你 因為你太好笑了 你沒有辦法 太好笑了 對 你沒有辦法因此而得分 因為懂公文的人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還蠻多 因為公務員大軍幾十萬 那所以對公務員來說 公文的顏色 然後每天他必須要清的量 各個局處他們都會有一定的量 然後送到秘書長副市長市長 研考會還會做那個公文流程的 那個研考追蹤 在誰那邊停幾天 停多久 所以那個其實一定很多人知道 你就是在耍寶 你就是想要借力實力 但是沒有想到那個利用 回答到你自己 你根本不會因此而得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還有另外一招 他另外一招 現在我還在觀察說 到底會不會也成為一個 一個笑話就是 他似乎把國家機器打壓他 成為一個競選的主軸 因為這不是單一偶發 他講了好幾次 包括了他的夫人在 好像昨天是不是 也有接受專訪 他昨天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又重新提到了他雲林老家上面 農舍上面又有直升機在那邊飛 還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影響了 他全家人的生活 這個東西叫做國家機器 他完全沒有在管這個市面上 大家告訴他解釋說 那個就是空情隊在訓練 我們家常常也有 在救難 國家自己在監控我 對 他完全無視於那個 連麥克風都是國家機器 所以就變成說還有他的國政顧問團 有100個人不能公布名字 因為國家機器會打壓 除非蔡英文你去廟裡給我發誓 所以他很多件事情都串聯成一個主軸 他是被打壓的 他是可憐的 他是被國家所迫害的 有沒有辦法凝聚這個支持者 我覺得還是可以 韓粉會相信 韓粉不會在意說 這個真實世界的運作邏輯 他只會相信韓國瑜講的話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要換掉韓國瑜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郭台銘還是早做個了結 好我們看一段這個公文的VCR 是不是大家想看一看 他到底說什麼 前不久我們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他每天批的公文跟他人一樣高 現在我們公文掉出來 也是公文一樣高 我批的公文常常要分好幾次報進來 堆起來都比一個人高 那我的工作不是只有批公文 那作為人民托負責任的公務員 我覺得我有這個機會很幸運 所以我也很認分的堅守崗位 不敢待夫 不敢待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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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們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他每天批的公文他人一樣高 現在 我們的公文掉出來 也是公文一樣高 公文批的越多 現在代表越認真 真的是一起 我特別把這些公文掉出來 也就是說 一個政府要尤其體的捷擾 我一定相信 分負責任 一定要分成負責任 那事實上 一個首長 他事實上 也就是一個城市 希望發生 他不管在做任何政策 規劃 你決定的時候 一定有一群優秀的事務官 政務官的配合 這是我們關於市政府 分工負責 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特別 把這個公文掉出來 跟蘇責任長PK一下 跟我的聲音都一樣高 OK 韓市長這個一天 批十份公文 被整個 成為整個網路上的笑談 他說市政府 是個有機體分成負責 不要老是計較批幾份 真的要批的話 你看我高度也很高 我就想到那個青春期的男孩子 都喜歡拿他的某些局部特徵 那邊比較 誰比較高 誰比較長 誰比較短 很無聊 批公文非重點 柯文哲市長談 他談說你的施政效率 才是真正的重點 我完全同意 公文量比蘇贏 侯有儀說 要做 要比做出的成績 才是重要的 真的 這公文堆的蠻高 我最氣憤的是 這些紅色你給我壓在下面 是什麼意思 對啊 紅色很重要 立刻就要送出去 拜託那就是急著 需要快速裁決 展現效率 採取行動的一些公文 你擺在這邊秀 一看就知道你玩假的 誰想怎麼看 其實 很多人都在網路上 感覺看到 變成一個笑談 我自己曾經是40年的 國民黨黨員 雖然已經被開除了 看的時候 我覺得莫名的悲哀 國民黨會提出 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這個政黨 既然可以在台灣 執政長達 將近60年 曾經帶領台灣 創造無數的經濟奇蹟 包括剛才創下講的 孫英選 孫院長 對 李國鼎 這些讓台灣人永遠懷念 他們當年所屬的政黨 推出了韓國瑜這樣的候選人 或想想地下有之 都很可能 不知道前何以看 我覺得韓國瑜最大的問題 真的 一個是態度 一個總統的態度的輕浮 一個總統的態度的什麼 殘酷 你可以看他們的韓粉 當他的敵人很痛苦 當他的同志同樣非常的心酸 你看韓粉 在他成為高雄市長之前 他所有的對手 是民進黨 理所當然 可是從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的所有跟他競爭過的 從王金平到吳敦義 到現在的郭台銘 幾乎全部被他踐踏在腳底下 這種不分彼此 這樣子殘酷 而且不夠寬厚的態度 他真的我認為 適合當中華民國領導人 所有人包括韓粉在內 都要深思 OK 他到底適不適合擔任中華民國 未來國家的領導人 韓粉要深思 廣大的中間選民 才真的要認真思考 巴頓將軍過去講過一句話 這句話跟郭台銘董事長 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決定人生層次的 並不在於他巔峰時期的高度 在於觸敵反彈時候的硬度 你今天的日積月蕾 一定會成為明天別人的望塵莫及 反彈的強度 才是我們對郭台銘董事長 真正的期待 我是北銀天 我是我嘉義南俊仁 謝謝明天同時間 我們雲端再見 謝謝拜拜